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肖战靠着CP一战成名的资本博弈 在CP粉们强大的购买力下 顶流CP已经成为国内艺人商业价值的代表 大品牌争先恐后地与顶流合作 抓住电视剧热播和刚播完的窗口期来进行最有效的变现 则是从个人到制作方从品牌到平台方的共识 单改CP快速起量走红的背后和选秀一样 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造星逻辑 通过一部口碑不错的单改剧收割大量CP粉 再通过量身打造的综艺聚集维持热度 在CP粉强大的购买力之下 大量代言便分制踏来 不管是造星链条的可复制性 还是随之而来的巨额商业回报 都让单改造星成为了资本和艺人的财富密码 单改CP已经成为当下推红艺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用投资行业的术语来说 ROI投入产出比极高 单改剧实际上需要的是优质IP和更加细致的改编 还原粉丝的感情寄托 反而更容易通过投入资金和资源 实现大力出奇迹 成为平台偏好的造星方法之一 肖战和王一博走红的推手 就是陈情令IP的主推方腾讯 而龚俊、张哲瀚则是电视剧山河令的主推方优酷 也可以说是阿里大文鱼 肖战最早参加浙江卫视选秀综艺 《燃烧霸少年》进入娱乐圈 而这一节目由龙丹妮进行制作 此后 肖战就加入了龙丹妮的公司瓦基基瓦 组成X9少年团正式出道 瓦基基瓦获得了腾讯的战略投资 与已经被阅文集团腾讯子公司收购的影视公司 心理传媒联系紧密 除了《最美逆行者》外 肖战出演的作品绝大部分由企鹅影视 心理传媒和哇唧唧哇出品 作为亲儿子 从腾讯新闻、腾讯白皮书、腾讯视频到粤文集团 从人气明星到实力演员 肖战本人几乎拿遍了腾讯戏相关的所有奖项 肖战本人还是腾讯视频的代言人 腾讯的活动肖战一般都会站台 比如今年6月的腾讯视频年度发布会 腾讯的大力支持 当然和肖战以及旺线CP带来的惊人收益 脱不开关系 2019年 肖战王一博主演的陈情令爆火之后 有媒体预估 腾讯视频仅超前点播带来的收入就达到了1.56亿 贴片广告收入2.4亿 演唱会和直播收入预估超过2亿元 音乐专辑收入超过3000万元 但这几项加起来 就已经实现了接近6.3亿的收入 而今年山河令走红后 也大致参考了陈情令的商业模式 比如付费点播和同名演唱会 还有周边等 当时收益大约在2000万元左右 还有一些隐形的平台收益 比如在山河令热度高涨 粉丝交集等待更新的时候 优酷甚至还推出了复杂程度 与双11、618的折扣券 有得一拼的付费收看模式 观众通过观看正片 邀请好友观看和充值付费会员 都可以获得琉璃甲道具 观众的琉璃甲数字达到一定数量后 就可以提前解锁新剧集 网易观众相当于充值了200年的优酷会员 比马云打造持续102年公司的目标还多98年 这样的狂热 很大程度上构建在粉丝对CP的感情寄托上 这样的狂热将会在互联网平台上 通过娴熟的运营方法 商业推广 以爆炸级的速度增长 显然没有多少理智可言 过于狂热的粉丝感情 尤其是被友谊轰起的狂热与仇恨 最终会伤害很多人 尤其是只喜欢正主 而迪士对家和其他艺人的独尾粉 在网络上进行互采 互报的现象比其他明星更为普遍 去年年初的肖战227事件中 肖战粉丝为了捍卫肖战形象怒 而举报知名同人网站AO3 便引起了全网抵制 肖战一夜之间几乎成为全网公敌 大众对尾粉形成了非常糟糕的印象 从肖战227事件到此次张哲瀚事件 CP粉在展现其强大购买力的同时 也数次展现了其失控的风险 另一方面 当CP粉后期提纯以后 随着CP一人双方脱钩 他们的竞争烈度也将快速升级 以肖战王一博为例 今年3月肖战代言李宁以后 王一博迅速官宣安踏 两人分食了国产体育品牌 最有价值的两个代言 而在此前 王一博代言小米手机 肖战代言OPPO手机 王一博代言伊丽 肖战代言猛牛 王一博代言海菲斯 肖战代言沙轩 两人之间名为CP 其实在商务上也是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虽然大家都是在挣CP粉的钱 但是CP顶流之间 商业代言上的高烈度竞争 无异于是相爱相杀 一旦有矛盾和黑点 就会迅速激化 CP顶流的商业价值 本质上是靠CP粉们真金白银买出来的 但是当资本采用单改 CP造星时 就应该预料到 顶流CP粉所释放出的战斗力 不仅体现在对代言产品的购买力上 这一股庞大且失控的力量 大概也只有当CP中一方被迫寄天 CP本身不再成立时 才有可能被按下牙火箭 227事件是肖战的痛 因为这件事 肖战几乎失去了所有工作 网上黑粉的谩骂也越来越凶 这一年 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好在肖战在2021年终于迎来了事业的春天 不仅电视剧纷纷官宣上线时间 跨年晚会也作为压轴出场 非常有面子 在肖战即将播出的三部电视剧中 最受大家期待就是和杨子合作的年 余生请多指教了 官博宣布将于9月8日 在湖南卫视和腾讯视频同步登录 消息一出直接冲上热搜 将近两小时 话题阅读量就2.9亿 话题讨论更是直逼200万 这惊人的数字 足以看出粉丝们等的有多苦 别人都说杨子是妄夫体质 但凡的他搭档过的男演员都火了 而且 每次粉丝都会非常磕杨子的CP 之前是邓伦 李宪 现在是肖战 每一位男艺人站在杨子面前都特别登对 可能和杨子的性格有关吧 他和搭档的关系都特别好 余生 请多指教要播出了 杨子和肖战合体的次数越来越多 这让CP粉激动坏了 现在终于可以天天磕糖了 之前更有传言说 肖战妈妈特别喜欢杨子 不知道是不是要争取来当媳妇呢 不管是春晚还是跨年晚会 肖战和杨子一定都是最亮眼的组合 在刚过去不久的东方卫视跨年晚会 肖战和杨子的互动填导了很多人 两个人深情对畅 非常甜蜜 他们看向对方的眼睛里是有光的 就算他们不是情侣 也一定是对方很重要的人 因为只有在重要的人面前 才会流露出最真挚的目光 肖战甚至在休息时逗杨子开心 邀女生这么甜的互动 想让我们不多想都不行啊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肖战和杨子的真实关系是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的关系一定很好 余生 《请多指教》是根据柏林石匠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音乐系《大三学生灵之校》因父亲生病住院 与父亲的主导医生顾慰邂邂适逅并相爱的故事 从预告片段能看出 肖战和杨子在剧中的演技表现 肖战饰演的顾慰是一个医生 在面对已经无力回天的病人时 他绝望到生思历劫 哭得很让人心碎 也让观众看到了肖战的业务能力 还有爆料说 杨子为了扮演好音乐系《学生灵之校》 在戏外认真学习了与大提琴有关的专业知识 也是十分敬业了 从事医生职业的顾问一定是理性的 从事大提琴演奏的乐手灵之校一定是感性的 理性和感性之间的人物碰撞 又是偶像剧最容易发唐的设定 希望如此契合的两人之间 早日奏响爱的旋律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